我们有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再把这一堂课 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虽然 需要看的信息 看的经文都很多 但是主啊 我们求圣灵 再把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活化在我们的心中 主啊 让我们不仅在十字架的底下 我们常常带着感恩的心 也更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爱你的心智 为你这位替我们使而复活的主活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今天早晨我们要讲一堂很重要的课 讲到认识十字架 我大概在很多年以前 曾经讲了十二堂历久弥新的十字架 我这次要这样子浓缩 在一个小时甚至五十分钟内 把它讲完 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们对十字架的信息 希望在哪一个点上 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了解 能够回到家 都在我们网络上 你们可以去听 叫做历久弥新的十字架 我想我们今天讲十字架 是接着上一次讲宝雪 上个礼拜我们刚刚讲过认识宝雪 那么宝雪 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的 所以整个救赎 等于是几乎同时发生 至少是在同一天发生 但是它们却都有个别特别的意义 那宝雪是重在洗尽除去我们的罪 那么十字架是重在 基督替我们承受的刑罚 承受的神的审判和刑罚 替我们付出的代价 而且不光这个样子 它替我们使 而且整个十字架 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 它是把整个救赎 一切所有的都带到十字架上 去把它解决了 然后在复活的里面 它把新造 把神所要的 能够重新建立起来 能够实现在我们的中间 所以十字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很多传道人 就连我们常常讲的十百克弟兄 他都觉得十字架的信息 他这么多的信息都围绕十字架 可是有一天 当他在开戏聚会 听宾路易师母 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器皿 J.C.Pen-Lewis 当他讲铜钉的十字架的时候 十百克弟兄觉得 那一天神都开他的眼睛 让他对十字架有一个更深 更全面的认识 所以后来他自己也有一本书 也有一连串的信息 讲到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 就是神整个工作的围绕的中心 是借着基督和他的十字架 这个救恩也借着十字架 要临到一切所有的 他不光是中心 他根本就是宇宙的 不光是解决人的问题 整个救灶也都借着基督的十字架 要来解决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时候 我一开始我提到 当两千年前耶稣在哥哥他 在加略山上被钉的时候 加略山上那个时候有几个十字架 三个 一个在耶稣左边 一个在耶稣右边 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三种人 一个是正中间的 耶稣基督人类的救赎主 他定的十字架 另外一个呢 在他左边 一个在他右边 我们知道有一个犯人当天得救了 对不对 因为他谦卑地求主耶稣纪念他 在德国降临的时候也纪念他 主说你今天要跟我同在乐园 那这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那另外一个是在嘲笑耶稣 到死他都不肯接受耶稣 他都不肯相信耶稣 那么圣经上告诉我们 十字架 我们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他就代表那些没有得救 受咒诅被审判的 将来要受永活审判 要沉沦的一般的人 所以在加略山上 让我们看见的三种十字架 这也是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的 当然中间的这个基督的十字架是 跟其他两个是没得比的 虽然并列了三个 但是中间的这座十字架 那是太伟大的 太神圣的 太超越的 也是充满能力的一个十字架 因为就在那里 这个伟大的事情发生了 伟大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 那么十字架的意义呢 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把它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是讲到他代替的这个意义 就是基督应该是我这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挂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 我这个人是应当被咒诅的 应该被审判的 但是基督却为着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 说到他代替我们 他是代罪的羔羊 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使 他为我使 那么十字架其实也说到 是神对整个救赵的一个否定 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是最大的最全面的否定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 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 就是神不仅仅不喜欢 不要 而且是被神咒诅的 这就是十字架真正的意义 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把十字架弄得很美化 我们觉得很漂亮 又很有气氛 姊妹们喜欢挂个十字架 如果只是做装饰品的话 就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是为了要提醒自己 为了纪念主 为了像雅各苏说的 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 藏在我的怀中 为了在纪念基督的受死 为了效法基督的受死 那么挂的这么一个记号还有意思 如果你只是为了装饰 其实不需要的 它其实是一个受咒诅的记号 这是神整个都不要 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 祂替我们受了咒诅 所以罗马书都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人都是犯的罪 亏欠的神的荣耀 也告诉我们没有义人 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在神的眼中 整个救灶世界 包括救灶世界里面 我们这些亚当的后代 都是被否定的 因为犯罪的 因为是撒旦在这里挟制 因为被罪玷污了 所以在神的眼中 整个救灶 神通通其实可以 马上就毁掉他的 但是因为他的爱 因为他的恩典 他的怜悯 他让救恩临到我们 他让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照亮那些 一切坐在黑暗中 死因里的人 为了要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这是救恩 所以实际上第一件事 讲到代替 你再怎么好 你再怎么努力 世界上其他的宗教 都是劝人为善 每一次福音朋友 跟我们说 哎呀 宗教都是好的啦 劝人为善 我都忍不住地 要告诉你说 我说这是我们 没信耶稣以前的外行话 这个基督教 才不是劝人为善 告诉你没有善 一个都没有 听说中国鲁迅 当然我不是在中国生的 鲁迅讲说 你再完美的苍蝇 终究还是苍蝇 是不是 你怎么样子完美 他还是个苍蝇 同样的 你今天人 怎样的完美 怎样的修饰 怎样的成就 在神的眼中 就是一个误会定罪的罪人 就是神根本否定的 所以十字架 是一个最大的否定 有人讲说 你背起十字架 如果真的背在十字架上 从天上看下来 就是一个大叉叉 就是我不要这个人 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撒旦用这句话 撒旦要这里喊着说 除掉他 十字架就是要除掉的 就是要除掉的 所以 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 他说基督既然为我们 受了咒诅 或是成了咒诅 就赎我们 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因为经常记得说 凡挂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要知道 十字架的第一层意义 就是打叉叉 否定 完全地否定 而这段的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把我们数除 从哪里数出来 主耶稣为我们流血 舍命负的赎假 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 数出来的请举手 还是有人举手 这是早期的教父 像奥古斯丁这些的人 他们持这样子的看法 可是当我们真理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启示清楚 而且你就光光 从这一节圣经 你就知道 基督付暑假 诗篇说暑假慎重 没有一个人付得起 是耶稣付的 这个暑假 不是给撒旦的 撒旦是非法地占有我们 所以神不欠他的 他是非法地占有我们 所以我们今天 神儿子不是付暑假 给撒旦 把我们从撒旦的手中 给赎出来 神的儿子是 赎假是付给公义的神 因为我们欠了律法的债 我们sin against God 我们得罪神 我们干犯了神的律法 所以请你特别注意到 我这里讲的 加拿大书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脱离什么 律法的咒诅 把我们从神公寓的律法 底下赎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在真理上 都比较清楚 比较往前 知道基督的暑假 不是给撒旦的 撒旦根本就是 无权占有我们 没有资格占有我们 是非法占有我们 神的儿子来是 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 给释放出来 给拯救出来 但是不是付他暑假 暑假是给神的 因为我们得罪神 我们亏欠了律法 我们欠了律法的债 所以基督替我们 pay off 完全配欠 把我们从律法的 咒诅审判底下 释放出来 这是真理 大家要清楚 第二个 它不光是讲到代替 基督代我们死 它更是一个取代 替代 是跟基督同死 同复活 就是 等于 它不光是代替我们 到十字架上死 它根本就是要来取代 我这个人 所以代替跟取代 是不一样的 基督在十字架上 把整个旧照 包括我们都带到 十字架上 全部解决了 所以在圣经上说 我已经以基督 同定十字架 你会说 我现在才活着 耶稣定十字架 是两千年前 我怎么会跟基督 同定十字架 所以这个真理 需要开启 就是 在基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 它不光只是流血 赎罪 舍命 替我付了债 让我脱离了神的咒诅 和律法公义的要求 不仅替我付了这个债 而且呢 它把我这个人 也带到十字架上 一同解决 所以我已经 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呢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就是他现在在我里面 他取代了我 他不光替我死 他也取代了我 他不光替我死 他要替我活 这个叫做十字架的两面 一面他代替我受刑罚 受审判 一方面他要在那里取代我 把我带上去了 让我能够经过十字架死亡 彻底地解决 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受刑要放到水里面去 因为把你埋葬了 谁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 没有人 所有犯罪的亚当后代 进到水里面都出不来的 不可能出来 因为死的毒钩就是罪 我们都犯过罪了 你进到死亡 你是出不来的 硬件的全是就把你留住了 什么人能够从死亡中出来 只有神儿子伟大的生命 是撒旦不能拘禁的 是罪恶不能扣住的 他能够从死亡里面出来 所以当我在水里面起来的时候 表示只有复活的生命 只有基督神儿子伟大的生命 能够从死亡里起来 所以当我从水里起来的时候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个叫做同定的亮光 就是跟主同死 同复活 这个真理我们需要被看见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历头三弟兄曾经讲过 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说我们在基督里 神使我们得以在基督里 所以就好像一个书签 对不起 那个书签到哪去了 有一个书签是我 大学时代于师母就送给我的 对不对 那么我把那个书签 夹在我的圣经里面去 我到哪里去 那个书签 我带的圣经到哪里去 书签就到哪里去 我的圣经掉了 书签也就掉了 我的圣经找回来了 书签跟着找回来 因为他被放在基督里面 因为被放在圣经里面 他的命运 他所有的遭遇跟他是一个 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 所以当基督死的时候 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我们都一同死了 希伯来的作者 在第七章讲了更好的例子 他说当麦基西德打圣章回来的时候 亚伯拉罕去迎接他 亚伯拉罕去迎接他的时候 他说立位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 因为立位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那立位里面出现了亚伦的支派 旧约里面亚伦 大祭司的支派是从立位出来的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为了要讲 耶稣基督也是伟大的祭司 但是祭司必须是立位支派 犹大支派没有人做祭司的 耶稣肉身身是身在犹大支派 那他怎么能当祭司呢 希伯来的作者就告诉我们 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 不是按照立位人的等次做祭司 他乃是按照一个更高的等次 叫做麦基喜德的等次做祭司 然后麦基喜德是谁 他说比亚伯拉罕还要大 所以当亚伯拉罕打圣章来的时候 麦基喜德去迎接他 亚伯拉罕向他献祭 麦基喜德为亚伯拉罕祝福 向来是位大的给位小的祝福 这是博不倒的礼 希伯来是第七章讲 所以麦基喜德比亚伯拉罕还大 但是神借着 麦基喜德比亚伯拉罕大 说出了麦基喜德的等次 比亚伯还要大 因为当麦基喜德 当亚伯拉罕在这里敬拜 在这里献祭的时候 接受麦基喜德给他按手的时候 立位已经在他的中间 他们是一个 所以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如果我的祖父 有一天在我爸爸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过马路不小心被车撞死了 在他的死里面 我爸爸也死了 在我爸爸的死里面 我也死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因为当我的祖父被出世的时候 我的父亲在他的腰中 还没生 我父亲没生就没有我 所以这个是 圣经上是讲到 那种这样子的观念 来讲到我们在基督里 所以当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 我们在他的里面都一同死了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我们也都一同复活 所以这是十字架 另外一面的意思 讲到取代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十字架是神在基督里 对人类最大的肯定 只有借着十字架的统定 人才可能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 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按着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感做的 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 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 人为朋友舍命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所以在这里借着十字架上 神肯定我们 神肯定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 祂爱我们 爱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 对不对 爱而且是爱到一个地步 为我们死 他说没有一个爱 比朋友舍命更大了 而主耶稣就为我们 这样子的罪人 都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这是一个爱中的肯定 爱中的肯定 他向我们表明了他的爱 那哥罗西书第一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从前犯罪跟神隔离 因着恶行与他为敌 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而且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所以第二个 神借着十字架 在我们身上的肯定 就是让我们 不仅仅能够脱离罪恶 而且让我们被称义 与神和好 甚至以神为乐 表示他在十字架里面 他悦纳了我们 在基督里面 他悦纳了我们 第三个 他的悦纳的方式 是让我们能够 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 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二节 人有的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得救 在神的眼中就是如同死人 因为没有神的儿子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那么今天我们有了神的儿子 做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每一个基督徒里面 我们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老亚当的 一个是末后的亚当 基督耶稣的生命 今天到底我是用哪一个生命来活 不仅仅决定了我今天 在地上生活的品质 也决定了我在永恒里面的价值 我今天早上的信息已经讲过了 整个数天的教育 圣灵的工作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去认识 去体会 What a big difference 这两种生命所活出来的 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境界 我的思想 我的情感 我的意志 我的lifestyle 我生活的优先顺序 我的人际关系 我的侍奉 我所有的东西的表现 在基督里跟不在基督里 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这是数天教育的第一课 就是让你知道说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 会没有渴慕的 我们不过只是在这里 有一个寄托就是了 我们不过只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 有一个寄望 希望神能够安慰我们 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神要得到的是一个 全然不同的生命 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替我们活 而且活出神的旨意来 能够带出神的祝福来 所以加拉太说二章二十节 他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这就是十字架的取代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十字架全面的得胜 你光光 不要说别的 光看加拉太书 就已经讲到这么多面 十字架的得胜 他在各方面都得胜 你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 在地上过生活的时候 所有仇敌 在我们身上的破坏和工作 借着几个最重要的管道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孙子兵法说 要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你知道仇敌 怎么样子来攻击我们 想想看 你每次被仇敌攻击 就是他怎么攻击我们 他怎么破坏我们 借着罪恶 对不对 试探叫我们犯罪 叫我们得罪神 第一个是罪恶 第二个是什么 哇 你们都这么成圣啊 都没被仇敌打挂 第二个是什么 讲错没有关系 顺序没有关系 我们至少要认识仇敌的作为 第二个 借着我们的肉体 我这个人的自私 我肉体的情欲 我的败坏 我上次讲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时间讲 本来题目是讲罪 认识罪跟肉体 我没空讲肉体 我说但是圣经里面 整个新约圣经里面 中文圣经的肉体 这个字 希腊文 Sax这个字 它中文的翻译 至少有四个 最常有的 一个是指的 physical body 我的肉身 另外一个是 讲到我整个 整个从亚当来的 这个 肉体的定义 就是我在亚当里 所有的表现 所以它翻译做肉身 翻译做肉体 翻译做情欲 翻译做血气 这几个字 绝大部分被用的时候 都是用到同一个字 讲到我从亚当来的 生命性情 我的生活 我的言行 只要这个源头 只要那个源头 是从我的 旧造出来的 在神的眼中 都是肉体 所以肉体 有坏的一面 有好的一面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我们会回来再讲 第三个抽屉破坏 我们的就是这个世界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对不对 因为人若爱世界 以世俗为有的 就是以神为仇 甚至圣经上讲说 不要说你已经 跟世界为有了 他说凡是想要 以世界为有的 以世俗为有的 都是以神为仇 这是雅各书 第二章第四节 所以弟兄姊妹 您就知道 这是抽屉业的 世界上的事 所以老约翰也告诉 我们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这些都不是从神来的 而是从世界来的 为了破坏我们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这两个是彼此矛盾的 你千万不要说 我脚踏两条船 我又爱神又爱世界 那不可能的事情 这抽屉第三个 管道之间的世界 那么第四个呢 接着抽屉自己 直接的攻击 撒旦的直接的攻击 黑暗的权势 像我们打属灵的仗的时候 在福音聚会 在宣教工厂 在面对争战的时候 那个仇敌 直接的权势 所以十字架全面的特征 我们在这里看见 它各方面的得胜 第一个胜过罪恶 我们一个就只找一节 做个例子 一节或两节 罗马书第六章六到七节 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 和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生灭绝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所以你发现 十字架第一件事情 帮助我们胜过罪 而他怎么样子让我们可以胜过罪呢 不是借着压抑 我听过太多年轻人说 我就是压抑自己 说我不要再去看那些事情 我不要再发脾气 我不要再对父母亲埋怨 或者我不要怎样 都用压抑的 所有这种本性的东西 是越压越糟 你越想克制肉体的情欲 情欲就更深地残累你 就像你掉到礼罩里面去一样 圣经上的胜过罪 是说已死的人 是脱离的罪 这借着十字架 叫罪生灭绝 你今天如果是一个 行爱赌博的人 我碰到太多赌博的人 有时候一个妈妈 半夜打电话来说 玉蒂兄救救我的儿子 我说怎么了 他又在赌场 到现在半夜了都不回来 哭着电话求我 那是九几年 教会刚开工 我就半夜开车 跑到这里一个赌场 我不要告诉你们在哪里 免得你们堕落 走进去里面 满室都是烟 大家都在抽烟 一桌一桌的人 那样子的赌博 我就把那个年轻人 从里面给救出来 丁律师妹 我碰到好几个不同的人 不同的方式 他们就是也想胜过 胜不过 这种压抑挣扎 没有用的 圣经上就是借着十字架 以死的人脱离的罪 因为借着十字架 叫罪生灭绝 你把一个死人 抬到拉斯维加斯 那么爱赌博的人 他死了 你把他抬到拉斯维加斯 你看他会不会跳起来赌博 他不会的 你说哎呀 你今天吃饺子老虎 赢了十万美金 他连笑都不笑 因为死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 我现在没有空去讲那个 那个是我们整个教会 各式各样的课程 各式各样的主日的信息 陪灵会我们都会讲的 所以神的救法是借着 耶稣基督 并他顶世之家 胜过罪 第二个肉体也是这样 所有出于天然的 一切救灶的表现 都是肉体 有一节圣经 你们回答 要读 我现在 因为我说过这堂课 我没空讲了 让你们到网路上去听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课 那么 罗马书八章七到八节 让我们看见 神对肉体的评价 其实从第六节到第八节 你都应该看 那我在这里 很简单地只是练过去 你们回家自己去读 神对整个肉体的 圣经上讲到肉体 它有七个大特点 第一个它是与神为仇 第二个 它不服神的律法 它不想服 它不喜欢 听到律法 听到有要求 它就不喜欢 这是肉体 听到做妻子的要顺服 丈夫我们就不服 这是什么世界 哪里还要做妻子的顺服 丈夫 什么叫丈夫 要为妻子舍命 她值得我舍命吗 对不对 我们就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想接受这样子的要求 它不服神的律法 第三个 它也不能服 就像你想做 你做不出来 因为在我里头没有良善 我立志行善可以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因为我的就是属肉体 这是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 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加拉太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 属肉体的人 不仅不得神的喜欢 他是不能承受神的国 神的国是五分的 第五件事情 你只要随从肉体 一定有一个结果 就是死 这是罗马书八章第六节 随从肉体的 或是说体贴肉体的 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 乃是生命平安 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 圣灵跟情欲相争 情欲跟圣灵相争 它是跟圣灵为敌的 所以在我们里面 永远有两个力量在那里 八句战 让我们不能去做 所想去做的事 我今天没有圣灵的话 我这个人就是随心所欲 我想干嘛就干嘛 今天还好有圣灵 所以圣灵是跟情欲相争 情欲是跟圣灵相争 让我们不能去做 所想做的 而第七个 属血气的 就是属肉体的 常常都来逼迫属灵的 所以你们要有分辨的能力 如果你听到有一个人 一天到晚在那里批评批评 批评这个人 批评那个人 批评他的婆婆 批评他的先生 而看他另外一半 从来都不给你埋怨 不给你讲他的不好 你只听到这个人讲 那个人不好 你就晓得谁是属灵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天天听这个人讲 就觉得那个人很糟 其实不见得 你从很多的事情 我们要懂得分辨 这个属肉体的人 喜欢逼迫属灵的 我就简单就讲七个点 这是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十九节 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 所以要胜过肉体 那么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 凡属基督的人 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诗欲 同定在十字架上 世界也是这样 刚才已经讲过了 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 世界上的事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主耶稣讲到 荆棘把道挤住 让它解不出 成熟的子力来 荆棘也是讲到 我们今生的思虑 各样钱财的迷惑 和各样其他的思欲 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 第六章十四节 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 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因为这个十字架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你看保罗讲得多么豪迈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 讲不出这些话来 对不对 整个世界对他来说 好像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不能够再搅扰他 不能够再诱惑他 不能够再捆绑他 不能够再来玷污他 因为宣判死刑整个挂在十字架上 而今天世界的王只要丢一点东西 你看看我们这个人 不管钱财 不管女色 不管骄傲 不管民生 不管人的自私 很多东西就在这个地上 从地可以来抓住我们 他说整个世界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这世界来说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你不要对我有既往 我在这地上经过 我不过是客旅的 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 当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能够把工作丢得下来 不是说他没有价值 不是说他表现不好 而是他自己知道他是属神的人 整个世界对他来说 我不过是客居此地就是了 我经过这里 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荣耀神 我所有的一切是为了在今生 在神良给我的环境里面 我来经历神 我来认识神 我来活出神 这样子的人 所有的工作对他来说都是副业 他的正业 均均的祭祀 还记得 希望过了一个礼拜没忘记了 咱们的正业是均均的祭祀 是势力在万王之王面前来侍奉他的 最后胜过长使权的魔鬼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儿女具同有血肉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在十字架上她死 她败坏那长使权的就是魔鬼 而且她要释放那些 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所以希伯来 《奇事徒十二章》也讲到 弟兄们胜过他 这个他就是指的撒旦魔鬼 那个大龙骨蛇 是因为羔羊的血 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 得胜 胜过仇敌 是借着十字架 伟大的十字架 那我今天只能很快地这样讲过去 就是十字架在各面的得胜 那么底下我接着讲 那是跟我们的经历上 发生直接的关系 就是我们讲十字架 十字架 十字架 那么十字架到底在旧恩上 在属灵上 它怎样应用 在我们的经历上 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它 那么我在讲 历久彌新的十字架的时候 我把它定为七个角度 这样子的名字 你圣经上不见得找得到 但是这样子的名称 帮助我们好记 就是从这七个角度 我们来认识 来经历 来活在十字架 属灵的实际里面 那第一个是我们最容易明白的 就是救赎的十字架 这是所有神的儿女们 最基本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 一个十字架经历 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 说成了的时候 他就一次 而且一次就完成了 永远赎罪的事情 他一次就满足了 父神公义的要求 他一次就让我们这个人 能够被从一切的救灶 死亡 罪恶里面被救出来 他成就了救赎 让我们被称为义 这叫做救赎的十字架 那今天很多很多的教会 讲十字架就只讲到这里 讲耶稣基督替我们使 讲到耶稣基督流血 洗尽我们的罪 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接受的审判 这太宝贵了 真的太宝贵 一辈子都要讲的 这是救赎的十字架 那么底下我列了七个经文 我实在没有时间去细讲了 我想带他回家可以慢慢去读 彼得前书第二章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以赛要说五十三章 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 都归在他身上 没有一个罪需要挂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背不起 我们也不需要背 神的儿子全背了 真的是感谢神 以弗所说第一章也讲到 借着这爱子的血 让我们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西伯来书第十章也讲到 他一次就完成了 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 他一次献祭 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罗马书五章九节 他说我们靠着他的血 称义 更要借着他免去的神的愤怒 哥罗西书一章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把我们不仅跟神和好 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 这是讲到救赎的十架 这个过我们一辈子 都不能离开的 第二个 讲一致的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不光是救赎我们 他也要医治我们 我们这个人不光是罪人 我们也是病人 我不晓得你自己承不承认 我是决定承认我是病人 不是肉身的 我是指心灵里面 太多毛病了 我们有时候狭窄 我们猜忌 我们会跟别人compete 我们会抱怨 我们会撒谎 我们不真实 我们自私 我们骄傲 我们刚硬 太多病了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猜忌 明明没有的事情 我们就要去猜忌 我们不知道感恩 通通都说到 我们属灵里面各式各样的病 我们属灵上瞎眼 看不见该看的 我们耳朵聋了 听不见该听的 我们的脚是瘸的 走不了神的路 对不对 我们的手腐烂了 我们大麻风 这个玷污 肮脏 都受到我们属灵的病 我们不光有罪 我们是罪人 而且我们都是病 所以为什么诗篇103篇说 他不仅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他也要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为什么在以色亚书53章 讲到神在十字架上 他不仅仅单单了我们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的痛苦 他说因着他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想着解决我们的罪 因着他的鞭声 我们得医治 讲到我这个人需要医治 我属灵上我太不健康了 我需要主耶稣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性情 用他的健康 用他的尊贵 圣洁 各方面来取代 我里面一大堆的问题 让我这个人真的更像耶稣 当你像耶稣的时候 弟兄姊妹 跟你最近的人 应该是最蒙恩 最蒙福的人 你千万不要说 我什么地方好像觉得我都可以属灵 就是在我家那口子面前 我属灵不了 看到他我就软弱 看到他我就烦 看到他我就不知道主到哪里去了 那个是假属灵 真属灵从生命里面来的 从十字架里面来的 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一致 所以以赛亚说六十一章 主耶稣讲到圣灵在他身上 他的使命的时候 他不光要叫被毒的得释放 被求得出尖牢 他说你要拆遣我医好伤心的人 就是叫那些broken hearted 就是心都碎掉的人得到一致 这是十字架的工作 然后铜蛇的故事也是 旷野民书记告诉我们 当百姓在路上埋怨神 在那里怨堵神 怨堵摩西的时候 神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 很多人被火蛇咬了以后死掉了 当他们悔改认错的时候 神叫摩西亚人立一根铜蛇 铜蛇立在以色列的民中 丁庸子没几百万个人 只立了一根 不会说为了方便 所以这个Milpitas一个 神Hosea一个 Mountainville一个 因为这么多人 几百万个人 就这么一根 天下人间没有赤下别的民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圣经上告诉我们 凡被铜蛇咬的 只要一望这蛇就得救 所以我说 爬都要爬到十字架的面前 你关在房间里面 自怜自爱 在那边喊啊叫啊 你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所有被铜蛇咬的 你躺在床上 自怜自爱 在那边叫人家照顾你 你就是死定了 只有爬出来 望铜蛇就得救 这是在旧约里面 神立给我们的十字架的记号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 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 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 叫一切看他的 都得永生 那个伟大的生命要进来 那个Eternal Life要进来 他要医治我们 让仇敌的咒诅离开我们 弟兄姊妹 这是医治的十字架 第三个讲到同定的十字架 我今天早上的信息 跟我刚刚都已经提了 我们是跟基督同定十字架 在这里我要倒回去讲一下 刚刚讲到全面的得胜 你要特别注意到 有一些关键字 叫做已经 已经 已经 都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不是将要发生 所以胜过罪 他说已死的人 是已经死的 在十字架上我已经死了 所以我脱离了罪 胜过肉体 加勒太书第五章 凡属耶稣基督人是已经 把肉体 连同肉体的邪情 是与同定在十字架上 胜过世界 就我而论 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长死权的魔鬼 也是耶稣已经做成的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 你要知道这些句问 都是已经做成的 所以同定的十字架是一个事实 同定是事实 基督死了 我们也死了 基督复活 我们也复活 但是旧的客观来说 它是一个事实 旧的主观上 我们需要开启 我们需要被带进去 让它真实地来释放我们 所以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 但是我对同定一直不了解 一直等到我在美国 我在红木城服事 我都已经在教会里面 都等于当负责弟兄了 我那时虽然二十几岁 在教会也讲到 有时候我常常就在那家门口 来回走路 我就祷告 我说主到底同定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宾路易师母的信息 一直讲同定 一直讲同定 这个真的是需要开启 当你真看见 我已经跟基督同定 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八个字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弟兄姊妹 这是一个伟大的释放 就是在任何时刻 你可以换脑袋的 原来这么沮丧 这么灰心 想的都是灰色的 想的都是埋怨的 当你一转念之间 你可以instant的 你可以立刻的 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因为他已经在了 只是你要不要用的问题 你发现你可以 一下子换一个脑袋 真的换一个脑袋 用基督的思想做思想 基督的情感做情感 基督的意志做意志 基督所有他的性情 在我的里面 其实都是真的 我可以怎么样子 现在我不是在这里忍你 你不要再惹我 我已经忍了你第六次了 我们心里面 一面忍一面计算 对不对 那是外宫 那不是内宫 基督徒永远要念内宫 不念外宫 外宫总有一天爆发 我忍你已经够久了 我告诉你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所以我们就像绝对的提一样 原来水还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性 但是一直忍 一直忍 一直忍 所以那个愤怒 就像水积得很厉害 等到一绝提的时候 那个伤害性是无法收回的 这叫做外宫 弟兄姊妹 神在这里同定十字架 是 做成的事实 而我们现在可以来用 所以我常常跟受敬的人讲 我说受敬不是只是一个仪式 它的确是一个见证 我在这里向全宇宙宣告 我从撒旦的权效归入神 父子圣灵的名下 我是属神的 我也向世人做见证 我现在是属耶稣的人 同样的 在这里我们也是一个伟大的宣告 现在开始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 虽然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常常忘掉这件事 我常常忽略这件事 我常常又是老是活在自己里面 所以到处闯祸 到处受苦 但是每一次被提醒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来用受敬带给我们的祝福 就是我已经跟基督埋了 所以你要晓得那天 几月几号你被埋在这里 外面看像是一个仪式 像是一个动作 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告 我在一九多少年几月几号 我已经被基督 跟基督一同埋了 我现在可以用不再是我是基督 这是一个宣告 这是一个提醒 这是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可以进入的福分 所以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联合 那么听完他后书第二章是说 我们若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活 所以你真正跟基督同死 就一定会跟基督同活 这是一定的 除非那个死是假的 是装死 装死的话 基督出不来 真死了 基督就出来 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也会讲到 生命 这个复活 或是基督 是我们十字架经历的证明 你这个经历 到底是不是一个真实实架的经历 就借着底下看到 有没有基督 有没有复活 有没有生命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实架是假的 这个痛苦是白受的 这个功夫是外功 所有的辛苦代价 是肉体的 没有用 在神面前不蒙愿 我都很感谢主 你们这么年轻 可以听到这样子的信息 真的 要听了 太重要了 这是关键性的东西 我跟你讲 很多那些风花雪月 那些歌 让你觉得听起来也很舒服的基督教的道理 成功神学 我跟你说 你们不要去被那些混着 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基督徒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就是最蒙福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尽荣耀的道路 太重要了 所以有一次有一个老弟兄 从巴黎打电话给我 他说余弟兄 我们希望你来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在欧洲二十年 没有听过一篇十架的信息 为什么打给我 因为我们那时正在教会 讲十架的信息 他打电话给我 他说你可以不要来 我们这里没有人讲十架的信息 那我也决定相信 不可能没有 可能弟兄接触的有限 我想神的儿女们都应该讲十架 但是我只是要说 可能我们真的很忽略十架的信息 我们怕讲认罪 我们怕讲圣洁 我们怕讲舍己 我们怕讲十架 但是其实你离开这些东西 到底在干什么 离开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保罗说我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 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定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跟基督是分不开的 十字架受苦 不是神的目的 基督才是神的目的 神就是借着十字架 把基督给了我们 所以第四个 我们讲到舍己的十字架 有人把它称为 可能我在信息也听到 就是叫做十形的十字架 那我为什么会讲十形的十字架 因为我听过一个老弟兄 在那里形容 这个离弟兄 离托生弟兄的信息 非常非常注重我们的十形 他是讲十形十架的一个弟兄 那我就借用这个字 叫做十形的十字架 就是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每一件的事情上面 都有十字架 主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英文叫做deny yourself 就是你要否定你自己 然后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神 而且是天天要来跟随神 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第九章 我想这边有几个关键的字 你们都要把它圈起来 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第一个字若就要牵 主耶稣不强迫我们被背十字架的 他只是呼召我们来背十字架 他呼召我们来走十字架的道路 若有人要跟从我 底下就当舍己 要有一个具体的实际的行动 而这个行动叫做舍己 不是去做善行 不是去做在教会接服事 不是说一定要每天要灵修 不是要怎么样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deny yourself 然后第三个要圈的 天天每一天都有 每一件事情上都有 所以你要记得 在每一天甚至在每一件事上 让十字架得到他该得的地位 每一天在每一件事情上 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真实的工作 因为这是天天要背起他的十字架 就是基督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了我们特别的十字架 所以我今天早上的信息特别问说 到底神在修剪你什么 你知不知道 你修剪你的东西跟修剪我的东西不见得一样 你身上的十字架跟我身上的十字架不见得一样 所以《欢莫甘群》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做梦跟修抱怨埋怨 说他的十字架太沉重 太辛苦了 所以后来大概天使就带他到一个地方 一看有各式各样的十字架 哇 随便你挑 他就在那边很兴奋 就觉得羡慕别人的十字架 不像我的十字架这么难背 所以他就看到一个 大概例如说是玫瑰花做成的十字架 哇 这个漂亮 很Romantic 很有气氛的 一背这个手上有刺 这边玫瑰有刺 把它扎得流血 背都根本背不了 他说这个我不要 看到一个金子 金子的十字架太有价值了 黄金现在样式就一千多块 我挑个黄金做的 拉扎的玫瑰的十字架 一背背不动 那么肿 走两步就走不动了 发现我也不能背 找来找去 试来试去一个一个试 试到最后一个 哎呀 这个真舒服 真舒服 然后再仔细一看 就是他原来的十字架 这是神量身定做的 神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环境 所以实行的十字架 是我们每一天 羔羊带领我们走他的路 然后底下还有一个圈的 叫我们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哎呀 这是背十字架最大的赏识 就是我们不是借着十字架 苦修 苦行 得到别人称赞 得到一个敬虔的外貌 得到一个美好的生命 而是我借着背十字架 我跟从主 我成为羔羊的同伴 我成为耶稣的知心的朋友 我们很喜欢唱 他是我知心的朋友 我们很少唱说 主啊 我愿意成为你知心的朋友 多少时候在十字架的道路上 基督是那么地孤单 众人都丢开了 连他最爱的门徒 通通逃掉 大弟子三次否认他 我不认得这个人 发奏启示说我不认识这个人 都在十字架的淘汰下 我们逃掉了 但是当我们肯跟随耶稣 在最小的事上跟随耶稣 弟兄姊妹 那个真正走十字架路的人 就知道 其实当你真正为着基督 排着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喜乐 说不出来的踏实 是我不肯跟基督的时候 我尝不到的 我体会不到的 结果当我真正肯舍己 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 有一个说不出来 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 而那个喜悦成为我们的喜乐 所以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我的力量 这是中文的翻译 利西米记 英文是说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他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当他喜乐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有一个说不出来的能力 去面对你的困难 去面对那种丑陋的人性 去面对那些不真诚的人际关系 去面对别人对你的冤屈和要求 在十字架里面找到出路 因为我是跟随主 所以你看到这一节圣经里面 有这么多话那么宝贵 讲到十几的十字架 但是其实是太宝贵的十字架 而且是每一天都有 每一天都在经历的 千万不要再交踏了 好不好 有一个故事 讲到有一个渔夫 每次出去打鱼 搬完回来的时候 他的妻子做饭 他就到提岸旁边 海滩旁边去散步 等他妻子做好饭 回来可以吃饭 有一天班王 他出去散步的时候 走走走走走 这个天已经黑了 脚就突然踢到一袋东西 那个天黑了也看不清楚 他就捡起来 发现里面很多石头 他就在那边丢 一路走一路丢 沿着那个海岸走 就是渔舍海 我们学习这样 丢让他跳 对不对 丢啊丢啊丢啊 走啊走啊走啊 然后就要走回家了 结果走到这个提岸旁边 有路灯的时候 一看 哇 这是一袋宝石 都给他丢光了 剩下两颗 他后悔得不得了 当然我这个故事 我后来跟大家承认 我说这个故事有瑕疵 你捡到的也不能算是你的了 但是那个人就很后悔 你看我浪费了这么多 我都丢到海里面去了 找不回来了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每一个环境 从来不是突然临到我们 凡事都有它的美意 凡事都是神在我身上 要把宝贝的生命 比宝石更宝贵的东西给我们 而我们糟蹋了 我们浪费了 我们用埋怨 我们用生气 我们用逃避 去面对神所良给我们的环境 而实行的石架 舍己的石架 让我们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第五个 生命的十字架 跟舍己是一样的 它基本上就是 当你舍己的时候 你就得到生命 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生命的道路 它不光在消极上 除掉它 是一个最大的否定 所有我这个人 一切出来的 神都不要 神都打差 但是在积极上 神的目的 是要把基督给我们 所以不再是我 不是目的 乃是基督 才是神的目的 石架或是苦难 不是神的目的 基督才是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真正走石架道路的时候 你会发现生命 在我们里面不住地增长 约翰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 告诉我们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 怎么样子能够成长呢 就是借着我们真正起来 舍己跟随耶稣 更多的不再是我 那么就是乃是基督 所以约翰福音十二章 主耶稣说 一粒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粒 如果落在地里死了 他就结出许多的子力来 这个生命要丰盛 这个丰盛要能够传承 这个生命要能够扩展 他能够带下 更多更多更多的祝福 那么哥林多后书第四章 那更宝贵了 他说我们身上 如果常待着耶稣的死 耶稣的身就显明在我们身上 当我真的待着耶稣的死 就表示我不再是我 别人从我身上看到的 是一个生命的流露 是耶稣的身 所以他说我们这活着的人 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身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 接下来就说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当我舍己的时候 耶稣在我身上出来了 当我舍己死 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 神透过我来祝福了对方 所以很多人跟我们讲到 他基督徒的路走不下去 因为有个很不好的配偶 有个很悖逆的孩子 有个很艰难的环境 有一个很痛苦的疾病 可能各式各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弟兄姊妹 当我们真摸着死加 真让死在我身上发动的时候 就算对方还没改变 就算身还没有在 对方身上发动 至少当我肯为了主 被交于死地的时候 基督的身就在我身上显明出来 我自己先活了 我自己先有出路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慢慢慢慢慢慢 这个身在我身上越来越真实 你就发现死在我身上发动 身居然也在对方身上发动 所以我们看到 有那么多不信主的丈夫 妻子 孩子 在家人那么有爱心 专心地在这里 为他们祷告 爱他们 到最后他们整个人融化下来 因为身在对方身上发动 这是讲到生命的十字架 那么第六个 我快讲完了 对不起 制作的十字架 这是我们早上信息也提到的 神在我们身上制作 我们那个向祂 是神在我们身上伟大的计划和工作 叫我们与祂圣洁的性情有份 to be the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让我们能够跟祂一同 来承受这个伟大的生命 这是实在是神降悲对我们的说法 让我们能够 不仅仅是为着神的荣耀被创造 而且祂是为着祂的荣耀 在这里制作我们 不仅仅是created 而且是form and made 神在这里制作我们 伟大的神 神爱的父 智慧的姚将 三方面说到 这个祂做工在我们身上 祂是全能的神 祂是爱我们的爸爸天父 祂又是最智慧的侨将 祂知道怎么样制作 我们是祢 祢是姚将 我们都是祢手中的工作 或是杰柱 这样的万事互相效率 就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 所以十字架是使我们能够 向祂必经的道路和方法 那这里的信息 我刚才讲过了 十字架或是苦难 不是神的目的 基督才是 如果是基督 就一定有十架 如果不是基督 就用不着十架 同样的 我刚才说过的 生命或是复活 是真实十架经历的明证 是真实十架必然的结果 所以当我们真正走十架道路 在我们身上 一个最大的证明 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 神整个的制作就是为了这个 基督自己在地上 也是为了他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架的苦难 至终 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所以我们如果跟他一同受苦 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 最后讲到得胜的十字架 我想经文大家就回去看了 基督在十字架上 他不光借着死 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 格鲁西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五节 在这里讲到整个十字架 他赦免我们的罪 叫我们跟基督活过来 涂抹了我们的过犯 律律把它撤掉 而第四个他说到 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乳来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得十架垮胜 所以撒旦怕十架 所以所有的征战 一定要站在十架的根基上 所以为什么打耶利哥成 我上次讲了 打仗以前先吃玉岳节的宴席 打仗以前要站稳 基督救赎的根基 这是我们征战的根据 靠着宝雪 靠着十架 血洗净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仇敌面前 在神面前都站得住 而十架是我们征战的能力 因为十架连死亡都废掉了 没有一个能力他不能胜过的 所以保罗最后 我结束的时候 应用保罗的话 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他顶十架 所以我们真实跟随圣灵 圣灵一定带领我们 会走十架的道路 而真实的十架 一定会带下更多的圣灵的祝福 而是你的工作 我们一起祷告 我希望这些信息这么快地讲过 大家回家消化 不光是为了知道怎么做功课 怎么考试 我希望在我们实际的属灵生命里面 我们提供的七个角度 来经历十架 来认识十架 已经够我们好好操练了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学 主耶稣啊 我们再次谢谢你 谢谢你在十架上 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一切 主啊 我们在这里仰望你 虽然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心里离人求的是智慧 但是我们却在这里 传定十架的基督 何等的宝贵 这位伟大的神 尊贵圣洁没有瑕疵 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架上 你不仅仅代替我们承受的咒诅和审判 你更是把我们救人救灶都带上去了 你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地位 全新的生命 全新的道路 全新的前途 主啊我们赞美你 让我们真实学会在基督里 借着死架 我们在地上能够过荣耀你的生活 恩待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不管我们目前环境中有多少的艰难 主啊让我们从你的手中接过 让我们的苦不是白白受苦 主让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 我们跟你连结 我们得着基督 谢谢主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Amen 让我们承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